嗨 大家好 我是YG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阿爾宙斯攻略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刷花言怪的頭目和閃光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一樣啊 影片開始前啊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不想錯過更多資訊的朋友 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想支持YG的話呢 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喔 那我們就影片開始吧 Let's go 那首先啊 要刷花言怪 我們需要先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啊 把花言怪的支線任務 107個鬼火啊 把它收集完畢 那收集完之後呢 我們就跟著任務的指示 任務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啊 有一隻花言怪呢 他就會出現在你的身後 那我們如果啊 想刷童物或是花言怪的話 要注意喔 不是要用這一隻去刷喔 為了預防萬一啊 我們先把這隻花言怪給抓起來開圖 OK 那現在呢 就開始來教各位一下怎麼刷花言怪喔 之後呢 花言怪啊 是會很低機率的出現在這個任務的區域 就是這個 雲霧遺跡這個地方 簡單來說呢 就是有一顆花言怪的石頭這個地方 那我們注意啊 是要在晚上的時間啊 來到這個地方 雲霧遺跡這個地方喔 看一下啊 如果沒有花言怪的話呢 就回春再出春去刷新 然後呢 再飛一次過去看看 我們啊 就是一直來回這個步驟 直到花言怪出現 如果啊 途中刷到時間變成早上的話呢 我們在基地營睡覺睡到晚上 多刷幾次的話呢 花言怪就有機率可以出現了 那不過呢 這邊要告訴各位 事實上啊 花言怪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確定喔 那個地方啊 基本上會出的寶可夢啊 會出拉魯拉斯 奇魯烈安 鬼絲還有鬼絲通 那我自己去刷了一下 第一次遇到了花言怪 是刷了大概20多次的時候 但是第二次呢 出現我大概只有刷了大概5次吧 那我的朋友呢 自己也是說 他大概5到6次的時候呢 就出了一隻花言怪 但我真的是覺得 機率有一點小低啊 那如果啊 你要出這隻閃光的話呢 我會建議各位啊 把它課題做完 或者是 如果有能力拿到閃幅的話 那更好 那這樣啊 比你什麼事都沒做的狀況下 會多了7倍的閃光機率喔 不然啊 原本4096分之1的機率 還要乘上花言怪出現的機率 刷到閃光花言怪的道路啊 就更加的遙遠了 好的 那刷法呢 我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呢 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說 我目前是沒有刷到 這隻花言怪的閃光的 但是網路上啊 是有看到有人出花言怪的閃光 但是呢 沒有實際補刷的影片啊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保證 他會不會是感受 那這樣子啊 大家就會想問了 我有什麼理由 可以叫大家去刷這隻花言怪呢 那因為啊 我有朋友實測啊 他已經刷到了花言怪的頭目了 既然有頭目啊 那推測閃光啊 一定還是會有的 GF射啊 是沒有理由讓他有頭目 卻把它鎖閃的 那關於頭目的花言怪啊 我有遇到的影片 那這邊啊 也感謝我這位好友大劍 提供了遇到花言怪頭目的影片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30秒的影片吧 好 去到火炎圈的地獄 好的那如果你有抓到花園怪閃光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的社群Discord 色違炫耀區跟大家分享吧 不過還是要再次強調一點 建議各位抓到這種很難刷閃光的寶可夢 或是像是神獸、蟹米、達克萊伊等等 我都建議各位利用一下你Switch左邊的30秒回路鍵 只要常按它它就能回路30秒的影片 因為現在網上已經開始出現改獸了 建議大家用那個回路鍵功能 拍一下自己遇到閃獸的過程當個紀念 也是在分享的同時保護你自己 大家都是愛寶可夢的人 網路討論互相尊重一下 才能營造出更舒服的遊戲空間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感謝各位的觀看 那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 appears既然會不會輕易營造出更多的 比賽 我們好聽到 這支影片 我們好聽到 希望日常來 我們可以到外面 行轉 我們可以給我 我們可以的